全国第一届有机茶凭借比赛6月8号是在台北圆满落幕 花莲复礼及瑞瑟五鹤地区四位茶农出征全国赛 分别拿下银牌及铜牌奖几乎是全雷达 农粮署东区分署长陈昌成在12号上午亲自道府贴红榜庆贺 获奖的三位五鹤茶农表示 除了经验交流也借此分享推广五鹤的优质好茶品 共和复礼六十代三的得奖茶农林俊杰后 农粮署东区分署长陈昌成来到瑞瑟五鹤茶区的副园茶庄 为拿下铜牌奖的叶不光张贴红榜 从民国八十年就开始有机生产制茶的叶不光 对于得奖谦虚的直说自己很幸运 去比比看跟大家去交流一下我们五鹤的茶医是怎么样 自己的技术会不会输给别人 另外在这一次全国第一届有机茶评鉴比赛 同样拿下铜牙奖的吴美玉 也以蜜香红茶热情接待钱来贴榜庆贺的分署长陈昌成 认识向农会总干事皇胜皇 从事有机茶的栽种面积将近五公顷的茶农吴美玉 希望能够继续将健康安全的好茶分享给消费大众 因为我做有机茶已经很多年了大概有六七年的时间 而且已经都有拿到认证 所有的茶都做有机认证有五公顷 很高兴这次办了全国的有机茶比赛 我也很幸运可以拿到铜牌奖 希望我自己可以更加的努力拿到更好的名次 可以和大家分享这么好的有机茶 这茶产业传承到第三代的清风茶行 这一次出征也拿下了全国有机茶评鉴比赛投挖奖项的殊荣 而代为受奖的母亲王文勤感恩的说 承接家族茶产业的儿子努力也被各界看见 因为现在有年轻人回来家里帮忙 我们就是觉得我们就是很轻松 有些事情年轻人可以帮我们处理 所以这些荣耀都是有年轻人回来的好处 6月8号在台北举行的全国有机茶评鉴比赛 除了花冬两线参赛茶农表现亮眼 农两署冬七分署辖区的宜兰县茶农也榜上有名 分署长陈昌诚高度肯定 更是亲自道府贴榜请贺 因为其实有机茶的关键就是在栽培生产 那生产的部分除了日常的一些所需的农机之外 那像在有机值的肥料部分 然后一些生物防治的资裁部分 我们都会继续给予协助 那如果说农民在栽培上面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我们也会请茶改厂或是就近请花莲厂做技术上的辅导 午贺茶农也不光说这一次的参赛除了盛经验的交流 也希望借此分享推广午贺优质的好茶品 午贺茶农拿下优衣的成绩 农会总干事黄胜黄也与有荣烟 并表示农会预计将在10月份办理第一届 有机密箱红茶评件比赛 也欢迎茶农们踊跃报名参赛 大展制茶的好功夫 记者时遇来瑞瑟采访播到